嚼口香糖會引發胃潰瘍 胡扯 你有沒有發現 在咀嚼的過程當中 口水開始分泌了 這時候口水分泌的時候 你的腸味道就會誤以為你在進食 於是呢 就開始分泌胃酸 胃酸過多的情況之下 就會造成胃食道蜜流 進而誘發成胃潰瘍 其實好像有點合理 蠻有道理對不對 我為什麼會去做這個調查呢 因為呢 我以前很愛嚼口香糖 我每次在嚼的時候都發現 為什麼我肚子會餓 所以嚼口香糖變成我開胃的力氣 容易有飢餓感 對 有飢餓感 因為我之前看牙醫 我的牙醫師跟我說 不要嚐嚼口香糖 為什麼 咀嚼肌嗎 對 因為他說 那個咀嚼肌 因為不好受 你瘦的話這咀嚼肌已經是 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演藝圈誰最會吃口香糖 順哥 是他變方的有沒有 可是我很喜歡吃口香糖 因為有時候吃飽飯 嘴巴會有蔥蒜的味道 你跟人家講話沒禮貌 所以我就會塞兩顆 沒有味道的時候我就要趕快吐掉 如果沒有味道我沒吐掉 我就想要吐 現在網路謠傳說這個 吃口香糖會引起胃潰瘍 這其實是 被神醫打槍了 要死的胡說八道 想的已經真的一樣了 因為有人就做過實驗 就看吃口香糖 對於胃酸的分泌 還有胃裡面的酸鹼質的這個影響 真的有人做過實驗 結果實驗的結果是呢 吃口香糖的時候 說的確會促進少量胃酸的分泌 的確有這個作用 但是不要忘記了 還可以促進大量的 它唾液裡面還有碳酸鹽 它其實是有點弱鹼性 所以我們吞吃了 大量唾液到胃裡面 結果胃裡面的PH值呢 其實是會上升的 所以呢 也就是說比較鹼性一點 比較鹼一點 所以說起來 這個吃口香糖 可以讓胃酸的這個 胃的PH值上升 其實可能可以預防胃潰瘍 什麼 因為你看那個 你跟我說那個完全相反 這個出發點 其實唾液裡面 還有很多的一些 黏膜的癒合物質 生長激素 你看那個狗狗 如果受傷的時候 有時候牠會去舔 其實牠那個口水裡面 跟人一樣 都有一些生長促進因子 所以 雖然沒有很確切的這個實驗證 不確切 你看看 沒有 我說 至少牠不會引起潰瘍 至少不會引起潰瘍 不要質疑專員 如果我受傷有傷口 它有細菌也都有進去 那自己舔一下可以嗎 其實喔 比較建議還是消毒一下比較好 不要用口水 口水裡面雖然有生長因子 可是它有細菌 還是不是說那麼的好 不建議 是吧 對 那吃口香糖的確有一些壞處 有些人吃了以後 容易 因為我們吃口香糖的時候 一面咀嚼的時候 到胃裡面所以比較容易脹氣 這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就是說 這個口香糖 有些口香糖裡面 還有木糖醇 山梨醇 有一些無糖的 帶糖 這個有些人吃進去以後 牠們不太能消化 不能消化就到腸內 就被腸內菌消化 它就會產生很多的氣體 就容易肚子脹氣 我有一個40歲的這個病人 他就是常常肚子脹來看病 我給牠開了很多藥 他說沒有效果 結果呢 他就 我就問他 你平常有沒有什麼飲食習慣 他就說他 為了要口齒清新 然後牙齒結派 所以他有口臭的問題 所以就一天吃好幾包的口香糖 我就想說可能是因為這個 對於一些代糖可能消化不良 就是要說暫時不要吃 不吃以後 真的肚子脹就好很多 所以有時候有肚子脹的人 可能不太適合吃太多的口香糖 也有些人 他吃了可能有點過敏 反而有時候會肚子痛 有時候會跑廁所 這種也不太適合 那裡面那個什麼 口香糖裡面的阿斯巴甜呢 OK嗎 那種的話 可能也有人有過敏反應 對 他也是代糖 他也是代糖 是 口香糖 我想它並不會造成胃潰瘍 但是它也不能預防胃潰瘍 應該是講 如果你有胃潰瘍的狀況 它會讓你的胃潰瘍症狀 我有一個案例是35歲的一個 汽車的業務 銷售業務員 他喜歡抽菸 喝酒 飲食三餐又不定食 他為了工作 他要保持一個口氣的 口氣清新 所以他常也是幫吃口香糖 當作一個保持口氣清新的工具 甚至他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刷牙都不刷牙就吃口香糖 他把吃口香糖當刷牙 後來有一次他覺得胃不舒服 去做檢查以後 發現他有輕微的胃潰瘍 那時候醫生就勸他說 你可能要改變你的作息 飲食習慣 口香糖部分 他也不建議他說吃或不吃 他後來改變了他飲食習慣 跟作息之後 事實上他胃潰瘍症狀是有改善的 所以我們認為說 他並不是說吃口香糖 造成他胃潰瘍 而是說吃口香糖造成他 讓他症狀惡化的因素而已 現在大人吃口香糖 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被很正面的肯定或支持 小朋友吃口香糖 會不會危險性更高呢 務實的事件有沒有發生 對不對 我們其實整所每天都在處理 陳醫師他昨天吃芭樂 把芭樂紙吃下去了 會不會有關係 他昨天吃櫻桃 把櫻桃紙吞下去了 會不會有關係 偶爾會遇到的就是口香糖 他昨天吃口香糖 結果他沒有噴出東西來 他就把口香糖直接吞到肚子裡去了 大部分我們會覺得說 吞進肚子裡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請記得還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我自己診所有一個五歲的小孩子 他媽媽就給他吃口香糖說 他之前噴口香糖還會喔 還會噴 結果呢 邊吃邊看電視邊玩 他姐姐在後面嚇他 那各位想喔 當你要大笑或是大哭 前一秒鐘你一定要深吸氣 結果就在那一瞬間 卡住 就卡住了 他可能是想大哭 因為姐姐嚇他 他就深吸一口氣 就整個瞬間吸進去 哇 那真的是狀況危急 媽媽說他伸手指進去 撈出了口香糖 可能撈出了三分之二 那就趕快把他送去醫院裡面去 醫院發現說他的這個口香糖 是跑到氣管裡面去 如果跑到食道 可能跟著大便出來 我覺得是還好 但是跑到氣管裡面 你不可能跟那塊口香糖 和平共存 所以就送進手術房 然後做了全身麻醉 然後把口香糖拿出來 唉唷 一個口香糖 對啊 可是拿的過程 整個吸入的過程 他後續還住家戶病房 住了兩個禮拜 因為他那個吸進去 小塊小塊的散播 除了吸入性的這個危險之外 其實口香糖本身的色素 本身的人工添加物 這些對孩子的健康都不好 所以至少在年齡太小的孩子 我不建議吃口香糖 年齡大一點的孩子 也不要吃太多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呢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